老实讲这是今天早上联合报 在他们的头版所出现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假讯息的连环套 它总共有四部曲 那这个四个步骤我一起讲给大家听 第一个是由报纸 平面媒体他们所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 告诉大家说我们的这个疫苗即将就要来到了 而且是告诉大家2月4号的时候 就要透过某一个航空公司就已经要抵达 甚至于连几万剂都告诉大家 同时他还告诉你一个错误的消息 告诉你说我们全国现在有65万位 登记在案的医疗的这些相互的相关的人员 其实黄医师在旁边就知道 我们所有登记在案的只有33万位 并不是65万位 所以这个数字也是错误的 作为一个联合报来讲 我不相信我们从疫情去年一直到现在 而且指挥中心也公布过好多次 那这个数字他们竟然会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从这个当中 这个假讯息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别有用心的 那为什么别有用心 他公布这样一个假讯息 他要的是什么呢 就来到了这个连环记的第二套 他要的是在今天早上的10点半 他希望指挥中心能够回应他们 指挥中心要大张旗鼓的召开一个记者会 否认这个消息是一个错误的讯息 没有这个讯息 台湾没有能力在这个时间点上拿到疫苗 然后再次的承认说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说 我们可以买到了2000万剂 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空的 那因为很多记者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提问 说为什么我们买不到啊 是不是我们的国家不够力啊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我们多付一点钱啊 或者是这个其实国际上面有非常多的考量 我们是不是前几天 我们我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也讨论过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晶片去换疫苗 这个其实也是个很错误的观念 我必须把时间去再跟大家讲一次 现在大家很多 刚才在我在上节目的同时 还有这个连友在问我 事实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是因为有美国德国跟日本 他们的这个驻台代表 去见了我们经济部的部长 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他们车用晶片 可是他们去见我们经济部长 说要车用晶片 跟疫苗这是两回事 那因为国民党当天在立法院里面提了一个议案 说这个是不是 我们国家是不是责成相关的部会 赶快是用我们的晶片去换疫苗 那舆论也觉得好像不错的一个概念 可是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药厂也好 生技公司也好 他们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它有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也就是说除了各国的这个利益在里面 还有很多的股东的利益也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跟人家谈就不是跟德国 不是跟美国跟日本单一国家谈 可能还要跟很多的商业团体谈 这个不是说我们跟德国 我可以用我的晶片跟你换这么容易 不是我跟BNW 我跟Mercedes 我可以跟你换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都搅在一起 但是他要指挥中心出来开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 大动作曾经说没有 我们没有买到疫苗 他的目的就是要往后面那一步 你就看到 那为什么买不到疫苗 政府不够力 这个政府的防疫防得很烂 所以我们的政府虽然现在都是在做大内宣 我们在国际上面 尽管说今天还有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 说台湾的这个防疫做得很好 但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政府骗我们自己的 这些都是骗人的 这边你看嘛 疫苗都买不到 这个怎么会叫做我们防疫做得很好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医护人员好可怜哦 他们都没有办法得到疫苗 我们的国家不重视医护人员 这是个连环套 然后接下来又怎么办 你看中国的国台办进到了第四步 中国的国台办就说 哦我们国台办都已经帮我们台包 准备好了中国的疫苗 中国的疫苗今天告诉我们说 它不只出一种不只出两种 他们现在已经出到16种的疫苗了 所以你爱打A爱打B 你可以打16种疫苗 所以你看民进党 你们就为了意识形态 有连胜文 有马英九 有这个陈文倩 沈富雄 有郑立文 一大堆人就说你们是为了意识形态 所以罔顾医疗 这个医护人员的健康 罔顾国人的健康 你们就是不愿意买中国的疫苗 然后你们就甘愿让国人 嗷嗷待哺买不到疫苗 但这从头到尾都是个假议题呀 没有这回事 联合报你为什么要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呢 而且这个错误的报道 其实联合报自己也报道的很心虚 我刚刚就说了 你要去查登记在案的 国内所有的医疗人员只有33万 你怎么会写65万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虚假的讯息 所以虚假的讯息 我觉得今天早上 其实陈时中部长他有提到 有另外一位记者 我不晓得是不是哪一位记者就问到说 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错假讯息 我们这个相关是不是应该要处罚他 我觉得这个当然要罚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防害我们国内的防疫的秩序 还有要防害我们国内大家一起防疫的团结 所以这个当然是应该罚 好所以这个假消息 他背后可能有政治操作 你不要以为是很单纯的一个消息 然后呢 陈时中部长说 这回事就过去了 他可能背后是有所谓连环套的目的 为什么一定要去强调说 你就是医师形态作祟 中国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你不敢打 好吗你满酒你就带头 你就觉得带头 你既然要施压了 你就叫他带头先去打 你就是你就去带头 法令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上次就讲过这个议题我讲过了 我说现在还在开会 不要等到学会大家就来扯 你要嘛现在提案 你要嘛现在提案 就在国会里面 大家通过大家来讨论 你敢提案的话 可以在国会里面讨论 你这个规定说 因为血清血液的部分 是不得进口的 你把这个条文 把这个规定 你要求卫武部 去把这个行政命令 去做一个变更 讨论嘛提出来嘛 用一个整党来背书 形成一个社会的议题 大家认为说可以哦 想想看哦 搞不好中国的疫苗 是全世界最好的哦 可是重点是光它不透明 光那些数据没有办法被检验 黄医师你就在旁边 你敢打你 谁敢打你敢打 你如果中国疫苗 你手里 看你敢不 賴斯堡在讲这个的时候 那个前提他就 我就觉得 程世忠回答他总质询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点可笑 他们就把这个 中国的疫苗当成是解药 你知道吗 我们是说 现在人在这个地方 怕因为这一波的一个疫情 很怕被传染 我们打下去可能可以预防得到 现在不是 他现在感到我们确诊 才多少人而已 你什么可以不用中国疫苗 程世忠一直给他解释 说不啦 那不是解药 那是打预防 健康的人在打的 前提他都搞错了 所以不要再去讲说 这个叫意识形态 是为了确保国人的生命安全 不透明 没有数据主刊检验 所以我们不敢用